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老许说3D 在上一期视频中 老许说到我们牛魔王PIC打印机与众不同的高结晶打印模式 有人希望老许说说高结晶和低结晶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聚合物的结晶 结晶是分子链的一种有序排列 规则排列区域称为金区 无序排列区域称为非金区 金区所占的百分比称为结晶度 我们知道 PIC是一种半结晶的聚方箱族聚合物 也就是说它既有金区也有非金区 一般说来 它的饱和结晶度大约在35%左右 最高可达48%左右 结晶度达到35%左右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结晶 而结晶度低于20% 我们称其为低结晶 PIC的高结晶和低结晶从外观上也比较容易区分开来 高结晶一般呈不透明的米黄色 而低结晶 PIC 一般呈半透明的咖啡色 我们看这个就是高结晶打印的一个PIC的圆筒 它是不透明的米黄色 我们笔放进去看不到 而这个是低结晶打印的PIC圆筒 它是半透明的咖啡色 我们把笔放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半透明的 那么二者除了颜色透明度不一样外 还有什么其他区别吗 当然有 它们在性能上差别也很大 一般说来低结晶 PIC 总体上性能低于高结晶的 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下期再讲